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能够符合神的心意 求主恩待 师父你的孩子们 今天一起来到你的面前 不但用诗歌来赞美你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 领受你的话 让我们讲的 听的对同蒙恩 得到造就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声明 有姐妹很久不见 老师很久没有站讲台了 因为一方面 最近讲员很多来 另一方面是我故意的 因为要教主力学 我要教多一点 还有我们教会讲员也蛮多 最近 我们讲员多不多教会 很多 所以让他们多讲一点 那我去教主力学 但是你记得吗 很久没有上讲台 我有点害怕 有点怕 为我祷告 让我不要怕 今天跟各位来思考一篇的道 就是撒母耳记上 第三章 我们读到十八节就好了 我想我没有时间再讲完 后面这几节 后面几节蛮多东西讲的 一到十八节 弟兄姐妹跟我用情的方式来读 我读第一节 你们读第二节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 侍奉耶和华 当那是日子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默示 一日 以利是我在事情的地方 他也有无功报 他还不是真理 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 月柜那里 还没有失灭 少母耳已经睡了 他有跑到以利那里说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回答说 我没有呼唤你 你去睡吧 他就去睡了 以利回答说 我没有呼唤你 你去睡吧 那时撒母耳还没认识耶和华 要未得耶和华的默示 耶和华一三次呼唤撒母耳 撒母耳起来 他都一三次说 你又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才应该 是耶和华不然同时 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 你能去睡吧 若再呼唤你 你就说 耶和华请说 仆人听 撒母耳就去 能睡在原处 耶和华又来看着 向前三次呼唤他说 撒母耳啊 撒母耳啊 撒母耳的家说 请说 不认识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 叫听见的人都必耳明 我曾告诉他 他必永远 降法于他的家 因他知道 儿子作孽 自遭咒助 却不禁止他们 所以我赶上 耶和华其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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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的这一年 虽然也听从空中 无中能够能够得到这些属性 撒母耳睡到天亮 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 不敢将默示 告诉以利 以利不管撒母耳说 我而撒母耳 撒母耳回答说 我在这里 以利说 耶和华对你说什么 你不要向我隐瞒 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 愿他重重地降伐于你 这段故事熟不熟啊 在主力学都读过了 读过好多篇 这个童子撒母耳 我们常常听见一句话 善良不正 善良歪 好像很有道理的 那要是说 我们用这句话来原谅自己 我今天所以歪 因为你歪 可不可以这样啊 推卸责任啊 你看看今天的撒母耳 善良不正 善良有没有歪啊 没有 所以善良不正 善良不一定歪的 这是我们从他身上学的功课 怎么说呢 撒母耳前面的这些领袖 这些长辈 好不好 这第三章没有讲 第二章讲得很清楚 一律年子大了 眼目昏花了 看不见 那其实眼目昏花 年子大不算罪啊 但是他因为没有好好管教他两个儿子 他两个儿子好像理所当然的 就是接受老爸做祭司的工作 但是呢 他们两个很不争气 人家带肉来献祭 烧的时候 烧好了 他怎么样 他来叉子 就是叉人家的肉来吃 还有如果他有些时候需要自己烧的话 那请他们你们不要烧生的给我 他就拿去自己BBQ了 那这样的儿子 那令人家对献祭给神很厌烦 人家不喜欢 这个明明是神侍奉神的事情 为什么令你们这样来搞呢 那所以在撒母耳的头顶上 有个老一粒 无能 他的儿子 这些像哥哥们的未来的祭司 也是肮脏的不得了 很多事情 你看第二章 犯了很多罪的两个儿子 神要丢弃这个家 神要为他的名寻找 一个和他心意的中心的人 来承接祭司的工作 神要找这样的人 撒母耳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上梁不正 下梁不一定歪的 亲爱弟兄姐妹 不要用这个来推卸我的责任 你可以活得不歪的 这个世界人都跑向不对的环境 就走歪了 那是基督徒要活出不歪的生命出来 活得正直 也是基督徒该有的生命的模样 来学学撒母耳今天 他怎么样 在一个不好环境 一个歪的环境当中 怎么活出他的正直 我问弟兄姐妹 今年教会主题是什么 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已经过了几个月了 哇哦 好快哦 三个月了 一年的几分之一 四分之一不见了 时间过得快不快 那过去的很多同工都讲过 建立基督身体的道 都问他这个问题 建立基督的身体 就是建立教会 最需要的是什么 事工 工作 是不是 永远记得一句话 也相当提的 人比事重要 要对的人 才能够做对的事 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必须要对的人去建立 他不会自动建立起来的 他需要谁 需要和神新的人来去建立 所以神不断在教会当中 找和他新的人来建立他的教会 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眼光不要单放在事工上面 要放在离我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没有 这个可以说 该有的本分 去存在 去承接 去完成 神给我们所建立的基督的身体 我们的要求很重要 生命的要求很重要 所以从沙摩人身上看一看 一个能够建立基督身体的人 应该是怎么样的 当然不止一个人 有很多方面的道 但是今天我们用时间来看看 这个人 在他的岗位点上面 怎么样来建立基督身体所需要的人 活在一个歪的环境当中 他怎么活出不歪的生命的见证 是我们该注意的 第一点 在圣殿方凉的时候有忠诚 怎么说呢 圣殿方凉吗 请问 圣殿有没有被人捎尾 没有 圣殿方凉不是有形的圣殿 哪些无形的圣殿 哪些人将圣殿污未了 以至圣经刚才怎么说呢 当哪些日子 因为他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默示 因为没有存在神默示的人 神就减少他的言语 没有一个能够听他话的人 所以神就没有话给人 清楚吗 弟兄姐妹 神的话不会随便讲的 一个存在的心灵 才能够接受神的话语 在那个时候连祭司 连祭司的下一代 都没办法存在神的道 所以耶和华的末世就减少 这是方凉 虽然如此 在下面要讲什么呢 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 月跪哪里 还没有失灭 从这些圣经 你看这撒姆尔的忠诚 点灯的工作 不是祭祀做的 是这个小孩在负责 打理一切大小事物 交给沙姆尔 这个人安部就班 每天该做的 你上面的人怎么样 我没办法管 但是最好管好 我分内的工作 人家怎么做 我不受影响 我仍然对神忠诚 这就是这个小孩 宝贵的地方 清楚吗 弟兄姐妹 其实 他点不点灯杀 那个一粒就不知道 他知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眼目昏花 所以既然他看不见 也不管 那你点不点灯 有没有分别 如果你做给人看的话 就很大分别 但如果你不做给人看的话 这根本不管他 要记得 这是神的电 神的灯 灯在这里 一而再的解释 一而再的形容 这不是普通的灯 谁的灯 这不是普通的电 谁的电 所以这不是普通的工作 谁的工作 神的工作 对吗 弟兄姐妹 他看中的这个事 不是人交代我的 是神给我的本分 人不尽他的本分 人不已经失去他的功能了 但是我不要失去我的功能 我仍然在这个地方 持守我的存证 做我该做的工作 人对不对 神向他算账 那我对不对 神对我算账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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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弟兄姐妹 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需要忠诚的人 不要看别人怎么样 神交代你的服事 有没有忠心做好 人家做不好他的事 你做不做好 神要管你 很重要 弟兄姐妹 神交代我做个牧师 我做好我的务师 这样子你在敬拜团 有没有做好敬拜团 对不起 我随便拿个做比喻而已 师班今天不在 神交给他说师班 你怎么样 做好师班的工作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但却是很重要的道理 我没办法对付别人 但是我先要对付好我自己 他不能改变以利 他不能改变他的儿子 他甚至不能改变他的环境 但是他能够改变谁 改变自己 这是很重要的道理 我不能改变别人 我要改变自己 有些时候我都看看台湾新闻 有些人说不好看 没有东西好看乱讲 有时候我看看 讲的话蛮有意思的 要快到选举的时候 很多攻击的出现 你攻我我攻你 对不对 很多人的攻击 有很多冤枉的无裂 摸黑的这些话都讲出来 有个人批评别人 批评他好厉害 后来人查到他也犯了毛病 他也犯了错 当你批评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犯错 那我现在送他一句话 你刮人家的鬍子之间 先刮好自己的鬍子 所以每个主流我讲到之前 我都刮好我的鬍子 干干净进来见神 干干净进来服侍神 这句话很有道理 当你要刮人家的时候 你刮干净没有啊 很多人都忘记了 只懂得对付别人 忘记对付自己 那撒姆尔给我学个很好的功课 我们不要去对付人 对付也不是你的责任 但是 当你一旦要对付人的时候 你看看你有没有犯这个毛病 我不能改变环境 我要改变我自己 我要保守我自己纯正 这就是忠诚 对神忠于所托 很重要 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发现以利非常信任这个撒姆尔 你做不做他都不管 你记得吗 当一个人管你的人不管你 只对你的信任 还是他懒惰我不知道 但最少最少他不管你 你管好自己 他信任你 你好好自律 好好自律 我以前在利宾服侍的时候 我上面有个老牧师 我不是主任牧师 他是主任牧师 他做到退休才离开 后来他就邀请我做主任牧师 还没有做之前 他管我的 但是他非常信任我 他没有管我 我什么时候来上班 他不管 什么时候下班 他也不管 中间不见我 他也不管 我去中午 去中午 去了三个钟头回来 他也不管 都不管我 那他什么都不管 对我来说是好还是不好 我要警醒 我要不要让他失去对我的信任 所以我要怎么样 要自律 对我很大的挑战 我要自律 主任牧师没有看我 他根本不管我 我住在礼拜堂 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什么时候来 他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神知道 后来我下面有些传道人 也看我做榜样 我要给他们立一个榜样 他们不能告诉我 善良不正 善良要歪 我要自律 那时候我学 我就明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些时候 人不管我们 对你的信任 好好自律 这个人给我学到个功课 建立基督的身体 需要这种懂得自律的人 建立基督的身体 需要一个忠诚的人 忠什么 忠于他的信任 忠于神给你的托付 忠于你该有的本分 人家怎么样不是你管 但你怎么样 你做好没有 他不能管你 他不能批评 他的儿子 可能他还小 他不懂 他也不知道 但是感谢神 他没有学坏 他没有跟着他们歪 他没有 他活得正直 那我越读 越爱他 我差不多要改名叫Samuel 太好 他的妈妈 给他起名的 他的父母没有孩子 那个时候没有 儿女是个很大的羞辱 祈求神 神就给他一个儿子 他纪念神听的祷告 撒母耳这个名字 就是神听见 Samuel 神听见 听见神这个名字 对调过来 神听见 神听见我的祷告 在纪念 这个儿子就归给神 服侍他 从小就带到圣殿 来服侍神 很感谢神 这个小孩 没有受感染 没有受不好环境 不好受不良的人影响 神保守他 纯纯正正的 来服侍神 难怪神要拣选他 拣选一个忠于所托的人 来服侍神 他非常清楚 这是神的工作 神的当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 在圣殿方凉的时候 要忠诚 第二 在众人沉睡当中 要警醒 很容易想到了这一点 如果人人都睡 你没有警醒的心 也没有听见 神呼叫你的名字 他虽然走错了 他才小 还不认识神 很自然的 有声音叫我 马上跑到谁哪里去 把他长辈 以利那边去 第一次去了 以利说 不是 不是我叫你 你去睡吧 那如果第一次 不是你 第二次再听见声音 我问你 你去不去 你去不去 不去了 这个老人家 说梦话而已 他要说 来第二次 又不是你 来第三次 还是你 这么宗旨 这是怎么宗旨 还有一点 我要佩服他 非常尊重 赞辈 对不对 弟兄姊妹 虽然你说不对 第二次还是来 一个 一个 宁静的心 小孩 贪不贪睡 小孩子 睡觉 不管你 三七二十一的 你看 抱着小孩 都可以睡觉 去饭都可以睡觉 坐马桶 都可以睡觉 小孩要睡的时候 你管不了怎么多 但是这个小孩很警醒 一点声音 他就知道 是人叫他 如果没有警醒的话 我告诉你 他只听见 以利的大呼 没有听见神叫他 很警醒 马上就去 一个警醒的心态 在听见神的话 亲爱弟兄姊妹 打开神的话语 一个警醒的心态 听见神的声音 那我顺便解释一下 今天神还没有用这个方式 来对你讲话 晚上叫你 叫你的名字 某某人 你醒过来 神有什么吩咐 有没有这样对你说话 有没有 好像没有这种 为什么你记得吗 我过人的了解 在古代的时候 神的启示还没有完整 还没有完全 所以神要对人说话 要告诉人 他的心意 神要用方法 从圣经的记载 最少神用了三个方法 跟我读过启示录 也知道 应该这一堂你不在的 应该在那边上课的 神有三个方法 不是按积蓄的 神用异象 异象对人讲话 神用异梦对人讲话 多不多这种情况 很多啊 最近开了但一里书 但也是异梦 异象 里面都有 还有第三种 就是神干脆 直接对你说话 所以圣经里面 用一个中文记者 叫做小欲 记得吗 神小欲 某某人 其实你看圣经 这是神 talk to him 怎么简单 这是神告诉他 直接告诉他 好了我问你 今天少母的这个情况 用哪种方法 就是直接告诉他 直接告诉他 有时候神会异梦 神会用异象 有时候神干脆 直接告诉你 这古代的时候 今天神的启示 已经完备了 整本圣经 神要我们知道的东西 都在里面 神还用不用这个方法 可能有我不知道 但是 可能神给你异梦 可能神给你异象 可能神也对你 发声音讲话 这些我们以为的方法 今天还是要回到圣经 用圣经来批判 这些对与不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反过来 用神的真理的标准 来评判你的意象 来评判你的异梦 甚至评判你所听见的声音 有人说 牧师啊 神今天对我说 早上跟我说 我告诉你 我做牧师节目久 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什么 他没有告诉我 关牧师 你今天要讲这个道 他没有告诉我 他没有讲告诉我 有人告诉我 牧师最近我做了很多梦 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说代表你睡眠不好 对啊 有人说 神给我个异象 看见某某公司大减价 那个什么好异象 如果睡好需要异象吗 不需要的嘛 你猜想就知道 到某时某月某日一定减价的嘛 有些根本事迹大减价的嘛 我告诉你 无论你什么怪的东西啊 今天用圣经来评判它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看这个异象 和服圣经吗 和服神仙这个景象来告诉你 这个和服圣经的真理 不和服圣经的 无论你多奇妙奇怪 你都不要接受 你能听见神对我说话 我告诉你 你怎么知道 那个圣经是神的 有没有可能是魔鬼 你怎么知道 它一定是神 用圣经的话来批判它 明白我的意思吗 弟兄姐妹 所以圣经没有好好读 整天就做梦的人 小心啊 圣经好好读 但是那个时候 耶和华的启示还没有完备 所以神用他的方法 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 这样清楚吗 弟兄姐妹 所以那个时候 是神的方法 神主导的这个方法 神对他说话 但是 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心灵 来听他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年QT已经过了三个月 有没有继续还QT 有没有 有没有好好安静的心 读神的话语 神告诉你什么 打开圣经 暂时不要看那些问题 八个问题暂时不要看它 打开好好先读一篇 直接读神的话语 神对你说话 透过他的话语 然后从八个问题来帮助你 去QT去灵修 经过这些年来 你QT有没有进步啊 读圣经有没有进步啊 有啦 你先读圣经 没有什么得着的 读来读去 不是你们我们他们 叫阿们没了 以前是如此 现在读圣经不一样的 有感动 但是你需要一个安静的心灵 让神对你说话 对不对啊 你不能胡思乱想 你读圣经的话不行 只是短短的十分钟 短短的十五分钟 一个警醒的心 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 我出现一个简单的祷告 神啊 求你开我的眼睛 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 你帮助我 看得懂你的话语 明白你的心意 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一个安静的心灵 听见神的话 灵静的心很重要 不然的话 他只听见以利打呼而已 听不见神的声音 还有他需要一个顺服的心 一次有一次的去 如果他第二次的停止的话 他得不到神的默示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他不去了 以利有没有叫他 回应神的话语 感谢主 他得到了 神对他说话 听见神的声音 从今天开始 神的默示 可以告诉撒母耳 这是第二点 第三 在得到默示之后 有谦卑 在一个神的话 稀少的时候 神竟然对我讲话 是不是很奇妙 因为他的默示 言语稀少的时候 今天我竟然被选中 我竟然让神对我说话 如果这样的环境 我问你 一个人的心 会不会感觉飘飘蓝 神要我做他的 做他的仆人 现在不要 这个老以利 神要我 不要他 当你一朝得志的时候 会不会语无伦次 没看见别人 没有谦卑 怎么看见他谦卑呢 早晨起来 继续做什么 打开圣殿的门 这是他的工作 他有没有可能说 以利 神选招我代替你 所以我们的职位对调了 我做祭司 你来开门 有没有这样 这样的话 他就不够谦卑 一个谦卑的人 仍然做你该做的本分 谦卑我们常常讲 常常讲 你们听了这么多道 你感觉你谦卑不谦卑 我也讲了很多谦卑的道 讲完之后 我感觉我自己蛮谦卑的 说姐妹 谦卑不容易学 最近我想英文之人有意思 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我们都是human being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being human 对不对 不是每一个人 什么叫做谦卑 谦卑就是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我不过是个普通的人 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拣选之中做回你的自己 这是谦卑 谦卑有不同的解释 看到很多仙人不同的诸解 今天从撒母人身上我看见 谦卑就是做回你自己 being a human 做一个human 因为很多人有点成就的时候 已经不是human 已经不是人 骄傲 那human humble humility 自根都差不多的 现在弟兄姐妹 有所帮助我们 谦卑 神需要私人给谦卑的人 阻挡 骄傲的人 一个建立基督身体的人 神是一个懂得做一个人的人 神要我们 神不要求我们做很轰功 轰轰烈烈的事动 神要我们做本来的自我 我感谢神 浓得自己 我本来是五家的主任牧师 到我七十岁的时候 我已经不再是主任牧师 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叫我主任牧师 英文叫做senior pastor 那我还是senior pastor 不过是from senior to senior 所以我可以喝senior coffee 可以拿senior discount 蛮不错的 我告诉你 其实有什么了不起 我告诉你 我永远记得 我不过是个人 其实神的救恩里面 你记得吗 最近我了解 慢慢想个问题 救恩的宝贵是什么意思 救恩的宝贵是使一个 已经不像人的人 像人 救恩就是如此 很多人已经不像人 离开神 像魔鬼 救恩就是让我们 从撒旦的泉下拯救回来 让我们做一个像人的人 所以今天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坐在这里的都是人 你是不是人 是啊 神救赎我改变我 让我成为堂堂正正的 正是神所创造的人 我以前不认识神 我已经 因为心中无神 目中的无人 我不像人 你看看哪些得罪神的人 没有神 像不像人 你看看 你只要看看 像不像人 不像人 很多人坏的不得了 今天你看看你自己 感谢主 让我今天活得像个人 什么叫谦卑 谦卑的知道 你不过是人 我不过是人 做我该做的本分 就对了 撒木儿 做他该做的本分 没有因为如此 他看扁别人 非常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照常他的运作 照常他的本分 不要忘记他的本分 无论成就有多大 我们的成就有多厉害 我们还是人 我们得到的功劳多大 我们还是人 无论我的职位心得多高 我告诉你 我们还是人 明白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以前闽南教会服侍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第二个人都说 我以前还不做牧师的时候 我还是团堂郎 传道人 还是个人 除了牧师的 没有人告诉我牧师郎 没有 所以牧师的不是人的已经 牧师郎 没有牧师郎 没有牧师郎 只有团堂郎 跳舞吗 所以 做了牧师好像不是人一样 我还是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今天需要人来服侍他 神需要人来建立他的身体 你我回应神的恩照 在神的面前 好好看 神不要我们 这个非常伟大的人 像这个小沙姆尔 作为他自己 感谢神给我每个月 有个圣战的机会 我劝弟兄姐妹 好好来守圣禅 不要随随便便的 去个杯喝个杯子算 不是 我们一点一点益处都没有 这样的话 像保罗说的 你喝自己的罪 蛮严重的 不要随便守圣禅 要么的认真来守 虽然短短的时间 拿起饼 拿起杯 代表基督的身体 但我还没有吃 还没有喝之先 好好省察自己 不要看别人怎么样 看我自己怎么样 今天我的领受祭祷主 我在神面前 我今天是个怎么样的人 好好省察自己 然后才吃这个饼 喝这个杯 我们需要这个安静的时间 所以我送大家 大家的弟兄弟兄弟兄妹两句话 我在结语当中 有两句话送给你们 一切来读跟我 谁的亲切 并非因为他不含杂志 而是在于懂得沉淀 心灵的通透 不是因为没有杂恋 而是在于明白取舍 两句话送给各位 工整不工整 好好学习 我们人不可能没有杂恋的 请问你有没有杂恋 现在有没有 有 有没有胡思乱想 有没有做白日梦 有 不是没有 我们是人 但是一个人要懂得怎么样 心灵之所以能够通透 我懂得取舍 什么东西留住 什么东西不要 什么东西抓住 什么东西放弃 你的心灵就不一样 这个主权在你手中 我家里有一缸小小的鱼缸 非常的清 但是不代表这个水板还是清的 里面有些石头 有些锐气 可以过滤的 其实它很脏的 有些时候很久 很久没有洗 那些石头很脏的 只有用手挖它一下 就非常脏 但是过了一阵子 脏的东西怎么样 沉淀下去 水还是非常清 水的清并不代表它没有杂物 有 因为它懂得沉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跟我的来到主的面前 之所以看得见自己 因为我们懂得沉淀 圣餐帮助你沉淀 圣餐让你放岔 慢慢过滤你自己 在神面前 让神来光照我 让神来过滤我 让神来filter我 让我看见的 一个真正的我在神面前 好好神圣山 弟兄姐妹 不要辜负耶稣为我们谢力的 每个月一次 让我们认识我自己 认识我的本来面目 也认识神的恩典 认识耶稣多么爱我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谢谢你 给我们今天 一同来纪念主 一听聆听你的话语 你的仆人算不到什么 如果你不光照我们 你不引领我们 我们还是非常的 卑微渺小 污味肮脏 但感谢神 你选中我们 你要过滤我们 你要使用我们 来建立你的身体 谢谢天父 今天早晨一同在里面前 领受这些话语的时候 求主的灵 让你的话 放在心中 让我们好好在里面前 一个灵静的心 那个存在 你微小的声音 主啊 继续对我们说话 借助这个圣餐 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